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又開始今天這個《色經》的網上討論會 我們這次的主題是講到耶穌是神,以及三位一體這個教導 怎樣來自,怎樣是聖經所支持的 因為有人要求,我就在這裏去回答這個問題 我想說一件事,因為那個人跟另一個人對話的時候 他就說出另一件事那個人說的,他說 神學就等神學家、牧師去處理,我就不會面對這些了 他又有他的三位一體的看法 我想說,神學這件事我們需要明白是什麼 神學就是對神的觀念 無論一個小朋友初信的,一個信了主很久的人 都一定有他的神學,就算一個小朋友都有他的神學 當然他沒有讀過神學 但是神學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小朋友對於神的觀念 譬如有個小朋友呢,他很單純 他就相信神在天上是他的天父 但是有另一個小朋友,因為他爸爸經常罵他打他 人家說天父,他又以為神就好像他爸爸那麼兇死的 那麼他的神學就是神是很兇的 這個就是他的神學,直到下來他改變 所以其實我們不可以逃避神學的 就不會說神學就等神學家去決定 因為神學就影響我們整個對神的觀念 和和神的關係的 是不能逃避的 而有很多人他們是在神學上很多觀念是很模糊的 不清晰的,因為他們沒有去研究聖經 其實我們用聖經去查考就可以去明白聖經的神學 所以第一點就是明白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我們的神學 但是我們的神學呢,同一間教會的人的神學都可以不同的 那為什麼同一間教會的人的神學會不同呢? 因為有些人呢,就會很相信神是愛他的 但是有些人就覺得神是不公平的 那些人覺得神是不公平的,他的神學就是神是不公平的 這個就是他的神學之日來的 那所以呢,我們需要清晰我們自己信的神是怎樣的 清晰是跟從聖經的,不是跟從自己的想法 那也都,有時候有些人就會這樣的 那我信學是這樣的了,我不改的了,我神學是這樣的了 或者我不理神學的,其實他是固執不跟從聖經的教導 那不跟從聖經的教導,聖經有一個警告的 在啟事有講到,如果這個語言上加添什麼呢 神就將這個懲罰加添在他身上 如果將這個語言減少什麼呢 就是神是將他的名字從生命冊上刪除的 那所以呢,聖經 就是我們是需要清楚認識聖經 就不加添任何我們個人的意見作為聖經 就是不可以加添任何聖經沒有講的說話 那這個就是第一點關於神學 那又關於三位一體了 那我就在這裡呢,今天是簡單的去講 那首先呢,三位一體是聖經沒有用這個字眼的 是沒有三位一體這個字眼 不過我們為什麼會有三位一體這個觀念呢? 因為聖經是多處經文是說到耶穌是神 又說到天父是神 又說到耶穌與天父是原為一 那所以呢,他們是一體的 就不是三個神 是一個神 是聖父是神 聖子是神 聖靈也是神 但是聖父呢,不等於聖子 因為聖經很清楚說到 父差顯聖子 還有耶穌說,我看到天父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我聽到天父說什麼我就說什麼 那很明顯有個分別在這裡的 他有張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在你的手裡 是很明顯是兩個不同的個體來的 那人就說,如果是這樣怎麼會是一個神呢? 那所以呢,三位一體是一個奧秘來的 就是聖經裡面的教導,我們不一定要全部 知道是為什麼 因為神裡面是有很多奧秘 三位一體是一個奧秘 是我們不能夠完全明白的 只能夠接受它是這樣 那我用一個比喻講 就是一個比喻去解釋這件事情 譬如有個人呢,有住一個地方 是從來沒有見過小鳥的 那你告訴他,有些小鳥會飛的 他們呢,液化化就會在空中飛的 那那個人就說,那你飛給我看 你飛就給我看,他飛不了 那他說,那你飛不了就是沒有小鳥了 那我們會覺得他很愚蠢,或者很固執 因為真的有小鳥的嘛 但是呢,他很固執,他不肯相信 怎麼可以發一發,也可以飛呢 所以他不相信一個東西,他沒有看過的東西 一件事是,他覺得不可能 那他就覺得這個東西是不存在的 正如很多人,他不相信神的存在 因為他覺得不可能有神 那他們就不相信神的存在 那三個一體呢,是我們不能夠明白的 只是知道,聖父是神 聖子是神,聖靈是神 而是一個神,不是三個神 那所以呢,我們只能夠接受 不能夠,思想上我們沒有辦法明白 也都不能夠用任何東西去形容的 那譬如有些人呢,就用一些方法形容的 就是說呢,好像水就會 在普通溫度就是液態的水 然後冷的時候就會變成冰 那再熱一點,就會變成蒸氣 那他就形容 就是冰和水和蒸氣 都是水來的,所以是三位一體 那這個是不講得通的 這個不是聖經所講的三位一體 為什麼不是呢?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根本是同一件事 同一件事,不過是三個狀況出現 不是聖經所講的 聖經所講的,很明顯三個是不同的 聖父差因耶穌 就是耶穌順服天父 耶穌將他的靈魂交在父手裡面 很明顯是不同的 那在英文就叫做persons 三個是一個 三個是一個 中文就譽了為諾格 不過有很多人聽過諾格 根本就不知道是什麼 其實它意思是一個存在的 個體可以單獨存在的 可以單獨存在的 可以單獨存在的 只是說,不能解釋為何是這樣 我只能說,聖經告訴我是這樣 接著我現在就會,我們看一看那些經文 今天我傳了在WhatsApp的 就是講到關於耶穌和聖靈在身上 第一個經文就是啟示六四章十節 那裡就講到他們敬拜在寶座前的 就說佩德,在寶座上的佩德,榮耀尊貴團兵 然後在第二段經文啟示六五章八節開始 講到約翰拿了書卷,四回物二十四場路 就俯伏在羔羊面前 然後第十二節就講到 曾被殺的羔羊配得權兵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重贊 然後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一切都說 但願重贊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了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 這兩個經文已經足夠證明耶穌是神 很清楚 首先耶穌是羔羊,聖經也很清楚 因為施世約翰就說 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 所以羔羊一定是耶穌 而這裡就講到 然後呢 在第一次的經文 啟示六四章十節 就講到 將一切榮耀,尊貴,權兵都歸給神 聖經也講到 榮耀不要歸於我們 即是我們人是不可以接受榮耀的 我們的榮耀都是從神而來的 神可以給我們,但我們不可以強奪 即是好像強行叫我們得到的榮耀 是神賜給我們的 而在啟示六五章十二節那裡講到 曾被殺的羔羊配得權並豐富智慧能力 尊貴,榮耀,重賺 這些說話都很明顯只是講到神而已 即是所有的尊貴,榮耀,重賺都歸給羔羊 曾被殺的羔羊也很清楚 這個是耶穌,即是除了 除了約翰所說的 這個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業 那這裡講到曾被殺的羔羊 因為很明顯耶穌是被殺的 他也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業 所以這個很明顯是講到耶穌的 然後跟著就是 眾賺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寶座的羔羊 這裡很明顯將天父和耶穌並列 並列他們都得到重賺尊貴,榮耀,權勢 所以很明顯很明顯 這裡告訴我們 耶穌和天父是有同等的榮耀,尊貴,接受重賺的 所以很明顯就是耶穌是神的 OK,關於這個經文有沒有任何問題 或者我們剛剛所講過的有沒有任何問題 耶穌斯,我想問剛才說 但願眾賺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助寶座的和羔羊 是嗎?助寶座的就是天父,是嗎? 是的,是的 哦,謝謝你 OK,好,還有問題想問嗎? OK,沒有呢,那我們也會 看看下面的經文 約翰福音一章一節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而後來就說道成了肉身 很清楚,我們不要說耶穌道成肉身 這個道不是那個道去轉去世上 不是耶穌道成肉身,是道成肉身 那道就是什麼呢?原文就是Logos 就是神的道,神的話 就是耶穌基督就是將神的 這個話的意思就是神的啟示 彰顯出來就是神的道 那麼耶穌是神的道 他也是神,道就是神 所以這裡講到耶穌是神 大家可能都會知道耶穌見證人 他們就否認耶穌的神聖 那麼他就有一個,好像叫… 我忘記清楚他叫譯本了 他有一個聖經譯本,他自己改了聖經的 那麼他就會把它轉為道就是一個神 那麼有些人就挑戰他,很簡單 他說,你們是多神論 他說,不是,我們不是多神論 那麼你說,道就是一個神 那麼就是多一個神 他說這個不是創造天理的神 是另一個神,是另一個神 那麼你是不是多個神呢 那麼他們都沒得回答 他們沒想到這個問題 好了,那麼跟著下面呢 就…在二塞書 九章六節那裡 因為耶穌見證人又講到 因有了嬰孩為我們而生 有了子,設給我們 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 他名稱為奇妙賊士 全能的神 永在父和平的君 那麼這個經文也都講到 他是全能的神 那麼耶穌見證人 就說,這個是mighty God 大能的神 就不是全能神 全能的神,All mighty God 所以這個是…耶穌不是好像天父 那又是同樣去問他 那你是不是信多神論 就是有一個All mighty God 有一個Mighty God 他都不懂得回答 那麼這個名稱為全能的神 就是…稱他做神 有什麼可能是有另外的解釋呢 神是全能,他也是大能 大能代表…就是…全能 這個呢…因為呢 中文就寫全能的神 那就是…他…英文那裡寫Mighty God 大能的神 就是不代表大能的神 就不是全能的神 所以這個經文呢 就是…他們就是… 將他…就是…隨意解經 用他的意思 覺得沒有可能 因為他用人意的 就是我都見過那些…耶穌見證人 和他們…就是他們挑戰我們 那就是…真的我覺得是不能說的 說什麼經文呢?他又…他又不會回答的 他一跳去第二個經文 就是他們是用一種很… 狡猾的方法去逃避 而聖經是很清楚去回答這件事的 那另外呢…就… 弗勒比書二章十節了 因為耶穌的命 所有人都屈膝了 就是… 而聖經講到… 就是只有向神去屈膝的 那…就… 其實這個經文呢… 在舊約是講到… 耶穌說的… 在二塞書四十五章二十二節 那裡講到… 神呢… 他說… 萬失必向我跪拜 萬口必憑我起誓 而在弗勒比書二章十節裡 講到… 萬失向… 基督呢… 呢… 所以這個呢… 也是… 在… 這個經文下面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我地底下的 因耶穌的命無不屈膝 全部都向耶穌的命屈膝的 OK 跟著呢… 就是… 薩加利亞書十二章十節 我必將那詩恩叫人懇求的靈 僑貫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他們必仰望我 他們會仰望我 神話 就是他們所扎的 必為我悲哀如喪獨生子 又為我仇虎如喪長子 就是神的靈僑貫呢 那些人就會仰望我了 仰望神 就是他們所扎的 這裡講到… 被刺那個是神 所以講到… 耶穌是神 講到耶穌華不是… 一定是講到天父的 有些人以為耶穌華就是天父 不是的 是三位一體的真神 這個經文就很清楚 就是… 講到… 是… 耶穌的… 他們必仰望… 我… 就是他們所刺頭的那個 就是耶穌 OK 跟著呢… 牧師呀… 請問這裡所扎的… 所扎的… 就是你所說的… 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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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頭就是… 釘十字架 或者是… 刺在立旁 兩個都是刺頭 好… 明白… 麻煩你… OK… 好… 另外呢… 就在馬拉基書三章一節 就講到… 神要插遣使者… 他前面預備道路 在第八章那裡… 中間那個經文 馬拉基書三章一節 萬君之耶穌華說 我… 是耶穌華了… 要猜遣我的使者… 就是耶穌華了… 在我… 前面預備道路… 就是… 都是耶穌華了… 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然進入他的殿… 立約的使者… 就是你們所養活的… 快要來到… 這裡講到… 我要猜遣使者… 那這裡呢… 在新約聖經就講到… 就是… 施洗若寒的… 神呢… 耶穌呢… 猜遣使者… 在神面前… 耶穌華面前… 預備道路… 那這個呢… 在新約的時候呢… 就講到… 就是… 在耶穌面前… 預備道路的… 那… 然後呢… 就講到… 你們所尋求的主… 就會忽然間進入他的殿… 立約的使者… 你們所養活的… 快要來到… 那就講到… 尋求的主… 這個主的字… 在… 希伯來文… 其實呢… 就是… 阿ドナイ… 我的主… 那麼… 猶太人… 他讀到… 耶穌華… 他們不讀這個名字… 因為… 這個名字… 他們認為… 很聖結… 他們就不讀… 耶穌華… 他是讀… 阿ドナイ… 我的… 我的… 主… 所以… 主… 這個字… 其實… 是… 神的意思… 就是… 在聖經… 多處… 也有說到… 主… 就是神的… 所以… 他們所尋求的神… 必… 忽然間… 進入他的殿… 立約的使者… 跟他們立約… 使者… 不一定是天使的… 就是… 一個人… 被差遣… 就是… 立約的使者… 你所養母的… 你會養母他的… 因為天使… 不是… 人所養母的… 所以… 這裡說到… 就是… 神了… 提摩太前書三章十六節… 大災敬虔的… 奥秘無人… 不以為然… 就是… 神在… 肉身顯然… 這裡很清楚說到… 神在…肉身顯然… 被聖靈… 清義… 被天使看見… 被傳於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 榮妖女… 這裡說到… 神在…肉身顯然… 所以… 很清楚… 就說到… 耶稣是… 神在…肉身顯然… 嗯… 馬太… 十一章十節… 其實… 講到前面那裡… 我要… 猜忍我的使者… 在你前面… 預備道路… 所說的就是… 這個人… 就是… 神… 猜忍他的使者… 在你面前… 預備道路… 就是… 這個人… 為耶稣… 預備道路… 那… 然後… 就是… 彼得後書… 一章一節… 作… 耶稣基督伯人… 和仕途的西門… 寫信… 乃因… 我門… 的… 神… 和… 救主… 那麼… 有古卷… 沒有個和字… 我們的神… 救主… 耶稣基督… 所以這裡說到… 耶稣是… 神… 耶稣… 那… 在… 提多書… 二章十三節… 也說到… 等候至大… 的神… 我們… 救主… 作… 是神… 我們… 是沒有個和字的… 在希伯來書… 一章十… 一章六節… 那裡說到… 神使長子到世上來的時候… 就說… 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所以這裡說到… 就是拜耶稣… 拜耶稣… 所以… 因為… 唯有… 神才可以接受拜的… 天使不可以接受拜的… 所以呢… 神的長子… 都是神來的… 那… 博士來到… 耶稣… 也是拜耶稣的… 特來拜他… 馬太福音二章二節… 那裡… 然後呢… 就有不同的人拜耶稣… 在馬太十四章三十三節… 馬太二十八章九節… 那裡… 那裡… 是… 包括… 門徒的… 他們都拜耶稣了… 馬太二十八章十七節… 那另外… 受洗… 你奉父子聖靈的名… 受洗… 那… 神呢… 不會叫… 我們… 奉… 聖父… 跟著一個天使… 聖靈就是… 神的能力… 不是… 不是一個… 有偉格的… 不是一個… person來的… 是一個… 能力來的… 就是… 神沒理由叫我們… 耶稣叫我們… 奉… 神的名… 和… 天使的名… 就是耶稣… 和…能力… 神的能力的名… 來… 和祂施洗… 那…所以呢… 這三個… 是… 相等的… 奉父子聖靈的名… 沒有理由… 將天使和… 天父… 一起… 放在一起… 怎麽能奉… 天使的名… 是吧… 就是… 祂說… 耶稣是天使來的… 神將祂稱為… 神的兒子的身份… 但是… 沒有理由… 奉… 天父… 和…天使的名… 來奉祂施洗… 好了… 那… 下面那裡… 就說到… 聖靈是神… 臨前三章十六節… 豈不知你們是… 神的靈… 神的靈… 在你們裡頭… 那… 我們是神的殿… 因爲什麽呢… 神的靈… 在我們裡頭… 所以我們是神的殿… 即是聖靈居住… 就是神居住了… 聖靈居住在我們裡頭… 那… 我們就是神的殿… 那… 所以…聖靈就是神了… 現在… 旧約有不同的經文… 這裡我列了一… 一處經文… 就是… 以賽書六章八節開始… 那… 就說到… 是耶華說的… 耶華… 那… 神呢… 就在… 第… 十節那裡要說… 就說… 就是… 白星深蒙自由… 耳朵發囚… 眼睛昏迷… 恐怕眼睛看見… 耳朵聽見… 心裡明白… 迴轉過來… 便得醫治… 那…這裡的意思呢… 它不是… 恐怕… 就是… 不是… 其實那個… 不是… 就是怕那種恐怕的… 是… 英文呢… 是… LEST… 就是… 就是… 如果他們… 如果不是這樣呢… 他們就會看得明白了… 就是說這些白星呢… 是… 他們不明白… 他們不相信… 那麼… 就… 他們回轉呢… 就會得到醫治了… 那麼… 而在《士囊人傳》二十八章二十五節呢… 就… 講到… 先知直… 聖靈直… 先知以塞亞… 向你們祖宗所說的… 話是不楚的… 就… 就告訴這個白星… 你… 看…要看見… 他不明白… 啊… 聽…要聽見… 但是…他不明白… 那麼… 就說到… 就是… 這個白星… 蒙了… 他的… 由蒙了心… 以朵發尋… 眼睛閉著… 恐怕… 眼睛看見… 耳朵聽見… 心裡明白… 回主過來… 我就… 醫治他門… 那麼… 所以這裡呢… 就是… 他們… 是神… 耶穌華所說的… 說話… 這裡就說到… 聖靈直… 先知… 以塞亞所說的… 所以呢… 聖經… 旧約聖經… 講到… 是… 耶穌華說的… 在新約的時候呢… 就說是… 聖靈… 透過先知所說的… 也就是說… 聖靈就是神了… 那… 所以… 聖經… 不同的經文… 讓我們知道… 耶穌是神… 聖靈是神… 天父是神… 所以呢… 聖子是神… 聖靈是神… 聖靈是神… 但是… 因為聖經講到… 只有一個神… 所以… 不是… 不是三個神… 所以… 有這個神學… 就是三位一體的神學… OK… 好…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有另外一個… 解釋… 三位一體呢… 也都是… 也都是… 不合乎聖經的… 凡是… 就是… 任何的方式解釋… 三位一體… 都是不合乎聖經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全世界沒有這件事存在的… 用任何世上的東西來形容… 都… 不真實的… 那…有些人就用什麼方法呢… 就好像… 一個男人… 他呢… 就是… 爸爸… 他又是兒子喔… 他呢… 他去到他爸爸那裡… 他就是兒子了… 他在公司是老闆… 那…所以呢… 他又是爸爸… 他又是兒子… 又是老闆… 那… 所以他三個身份… 那… 耶穌呢… 在地上就是耶穌… 在天上就是天父… 在人心中就是聖靈… 那…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那就違反了三個一體的觀念了… 因為三個一體是三個… 不同的… 三個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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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ons… 不是… 不是一個… person… 在不同的情況出現… 啊… 就是… 譬如說… 譬如說… 譬如那個男人… 他爸爸在那裡… 他的兒子也在那裡… 他同事是一個爸爸… 同事都是一個兒子喔… 這樣的時候不代表… 他就… 兩樣身份都… 存在… 那…所以… 不是說… 耶穌上了天上呢… 就是… 就是天父… 而是… 不同的… 在啟示錄那個… 敬拜都看到不同的… 是很明顯講到… 同事存在的… 天父和… 是同事存在的… 是分開的… 不同的… 所以… 任何的方法… 都不可以形容三個一體的… 這個… 是… 一個… 超自然的… 耶穌是神… 聖靈是神… 而… 一個神… 不是三個神… 但是呢… 是…三個… persons… 三個… 慧格… 他們是… 時事一起的… 一起工作的… 時事一起工作的… 即是… 聖父、聖子、聖靈… 一起工作的… 除了… 耶穌在釘十字架的時候呢… 天父是分離的… 其他時間呢… 聖父、聖子、聖靈… 都是一起工作的… 好,有沒有人有問題? 我想問,耶穌釘十字架,聖父和耶穌分離了 我記得聖經有說,為什麼聖父要和耶穌分離? 因為他承擔世人的罪,在神的眼中,他就是罪和咒作 所以在那陣子,天父不能夠和他一起 他承擔所有人的罪,他變成了罪 罪的發生,因為天父不能夠和罪一起 所以在那陣子,天父就和他分離了 嗯,明白 OK,好,還有人有問題想問 OK,沒有的時候,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求主祝福我們,幫助我們用心去查考聖經 也都聽到聖經之後就記得了 將來有人跟你說,你就記得了 那麼尤其在街上有些東西說見證人 他們已經打了預防針 他們是很難很難改變 我曾經跟那些耶穌見證人說 明明看著聖經,他們就會說 這裡有這麼說 那他就會把它拆開 那麼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你真的有時間和他們說的時候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用啟示錄的經文 所以大家可以記得那個經節 然後就在手機那裡幫他找回這個經文出來 那就是啟示錄五章八節和十二、十三節 讓他看到 聖經很清楚說到榮耀、尊貴和權兵 都是歸給天父和座寶座的羔羊的 不是,對不起,歸給天父和座寶座的羔羊的 那麼也都是清楚說到被殺的羔羊 那麼這個一定是耶穌,不可能是另一個 所以這個他不能走雞 就是很多人沒有想到用這個經文 那麼這個經文是很清楚的 OK,我們一起祈禱,求主幫助我們 感謝天父,感謝耶穌 那有時候另外一個問題 有些人就這麼說 那麼祈禱的時候向天父 因為是向耶穌,因為是向聖靈 那麼其實三樣都可以的 就是三個方式都可以的 但是聖經的例子給我們是主要是向天父的 那而聖經有兩個例子是向耶穌的 一個例子就是十字架上的這個凡人 另一個例子就是師提反 耶穌摺我的靈魂 他說耶穌摺我的靈魂 這個就是聖經裡面的一個例子 所以可以向天父或者向耶穌祈禱的 或者向聖靈祈禱的 不過這個主要通常都是向天父的 但是其實有些人說 我向了耶穌 那是不是又要向天父呢 其實不是好像分開那樣的 就是不用說我向了耶穌 那我要向天父 又要向聖靈 就是不需要這樣的 聖經的例子 主通文完全不需要 又去回耶穌那裏 就是總之 我們向天父 已經是包括三位一體的 就是我們當我們 祷告天上的父的時候 都已經包括 向三位一體祷告 OK 我一起祈禱一下 親愛天父 我們感謝讚美你 多謝你大恩大愛 來拯救我們 神啊幫助我們去明白你 認識你更多 分辨到聖經的真理 讓我們能夠在真理上站立得穩 也知道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我們的神學 神學是不能逃避的 不過有些人是有錯誤的神學 是需要去面對 需要去處理 為主幫助我們根據聖經有神學 不是一些錯誤的神學 為主幫助我們看到耶穌的美善 天父的美善 聖靈的美善 我們就欣賞神 欣賞神 神你真奇妙 神你真美好 神你是極度美好的 我們專心愛你 感謝你 讚美你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求主幫助我們 信仰正確 穩定 不讓人動搖 求主憐憐 也憐憐了很多見證人 在摩門教 和不同的義教 之下影響的人 也都在全能神教會 東方閃電 這些被人的教導影響 以至失去了純正的真理 求主憐憐他們 求主軟化他們的心 求主恩待他們 因為他們很多人 受了他們的宗派的教導 他們這個異端的教導 是非常之光硬 是非常之難改變 求主詩恩祝福 使用我們的生命 更新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能夠對這個世代有影響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榮耀重贊 歸比天父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感謝耶穌 來奉主耶穌聖名 阿摩 阿摩 我都說少少 就是網上都有不同的見證 就是那些人 本來是見證人 在摩門教 而後來呢 他們就發現真理 譬如 摩門教是有很多錯誤的地方 很多不合乎聖經的地方 還有那些經典呢 是有些是列造的 其中有一個呢 我不記得名字 就是他們其中信的經典之一 其實是 約瑟史密夫 就找了一些 埃及文的 那些古代的語形 那麼他就說我找到這個 這個古卷 他就翻譯了成為其中他們的經典 但是這個古卷 後來那些人懂得埃及文的時候 發現呢 是完全不是他所說的 是一個死人的符文 就是在古代的時候 有人死了 然後呢 他們寫的 關於這個人的生平的文章 是完全不是他所說的 那麼也都 摩門教是很明顯是違反聖經的 他們說了很多教導 都是違反聖經的 那麼有些人呢 他們就在摩門教 和耶華見證人 就開始醒悟 發覺他們所教的是錯誤的 耶華見證人 還有一個錯誤呢 就是他們有多次 語言耶穌回來的 但是結果又是錯誤 即是沒有發生到的 那麼就 裡面有些人呢 就聽完之後 知道一些真理之後 知道我們信錯了 那麼他們就想改變了 那麼譬如呢 摩門教呢 有人呢 就 多次 就是有不同的見證 都說到有人呢 就接觸 就是看聖經 看聖經的時候 發覺聖經所說 和他們所信的不同 那麼他呢 就 在他們的聚會分享的時候 就分享聖經 那麼就給他們的領袖指責 就說呢 你現在是講聖經的 你不是講摩門教的教導 那就是看得到他們呢 就是那個 控制很強 那麼 而當這些人 就是說我跟從聖經的時候 就被他的 那個摩門教會 和那些 他們的家人呢 拒絕 是被排斥 那麼他們覺得很傷痛 為什麼這些人不是尋找 不是尋找真理呢 就是這樣 那麼其實真的 因為呢 聖經講到 如果不是聖靈感動 沒有人就稱耶穌為主 所以其實這些人呢 他們是真的 是被魔鬼蒙蔽了 是被魔鬼欺騙了 以至他們的心 是非常之剛硬 就 以至他們是 很難很難改變 那麼他們也都打了預防針 就是說如果基督徒這樣跟你說 你就這樣回答 他這樣說你就這樣回答 就給了一些 標準答案給他 所以他們呢 就會 總是用那些方法來回應 就不會面對真理 那麼這個是 是很可惜的事 那麼所以呢 如果有摩門教的人 譬如說 劍稱人呢 來到跟你聊天 你有時間可以跟他聊的 不過 你可能會發覺 聊天聊天 他不能夠 跟我們一起看那個經文 也都 當他看到的時候 他又不會改變 他又會講另一個經文 那如果有感動的 你是可以幫助他們 那的確有些人呢 就是聽過基督徒說 而改變 不過這個比例是非常非常少 因為他們受了很多訓練呢 就是去抵抗基督教的真理 他聽到的時候 他在那個心裡面抵抗 還有當他一信 根據聖經相信的時候 就會被他們的群體排斥 所以他們呢 是很難改變的 他們也知道 他們會怕跟我們一起看 只可以讓他們承認 隨便 都大廠 將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